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深夜 省委书记景俊海第一时间以视频形式主持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 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最新指示精神 研究部署下一步防控措施 省政协主席江泽林出席会议 景俊海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关注急连疫情演变态势 始终牵挂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对疫情防控工作多次做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彰显着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为民情怀 蕴含着快速精准遏制疫情的科学方法 对吉林各级党政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寄予了殷切期望 为我们战胜疫情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思想武器和根本遵循 景俊海强调 全省各级党政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要深入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上来 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 不犹豫不动摇 坚定信心 尽锐出战 攻坚克难 务求必胜 一鼓作气实现疫情防控目标 要进一步健全完善扁平化指挥体系 省级领导要落实包保责任 统筹协调资源 帮助破解难题 各市州要加大对长春各区直接指挥和包保支援力度 长春市要为各县市区和开发区提供资源保障 解决后顾之忧 各县市区和开发区挡政一把手 要下沉小区靠前指挥 确保以县市区和开发区为作战主体 小区为作战单元的作战体系高效运转 要进一步加大小区管控力度 社区一线要高质量组织全员检测筛查 配合做好追洋转运等工作 协助专业团队开展中末消杀 坚决把住门 管住人 卡住车 全力保障好群众基本生活和就医用药需求 切实做到应查尽查 应检尽检 应转尽转 应格尽格 应治尽治 应管尽管 应房尽房 应销尽销 应攻尽攻 应沉尽尘 夯实住劳群防群控 共同抗疫的坚强防线 景俊还强调 当前长春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吉林九台防控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 必须坚持因地质疑 精准防控 分类失策 坚决打赢这场保卫战 歼灭战 阻击战 长春要继续加快重点区域核酸筛查 阳性感染者收治 密接人员隔离 同步强化社区防控工作 尽快扭转疫情态势 吉林九台要采取更有针对性的防控措施 尽快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 白城要抓紧开展流调溯源 扩大涉疫风险区域核酸检测范围 严防疫情传播扩散 其他地区要坚持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 切实巩固好疫情防控成果 要逐步放开社会面 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要坚持一手抓防疫 一手抓春耕 切实打通人员物资合理流动毒点 扎实做好被春耕生产工作 确保不务农食 保障粮食文产增产 省委常委同志 副省长 长春吉林市委常委同志 各市州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 媒合口市及省职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 在各会场参会 今天上午 省委书记景俊海 到长春京开区 南关区 实地检查指导疫情防控工作 分别主持召开汇报会 详细了解疫情防控进展 和市州包保支援工作情况 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精神 按照孙春兰副总理部署要求 坚持科学精准 真抓实干 发挥合成作战优势 凝聚抗疫防疫合力 一鼓作气 夺取社会面清零 决定性胜利 随着各市州包保支援工作队陆续抵达 长春市基层防疫力量得到有力补充 社会面清零攻坚行动正在加速推进 在京开区嘉兴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一批来自梅河口的支援人员 正准备进入小区敲门检测 景俊海向大家问好 他说 打好打赢长春保卫战 对快速精准遏制全省疫情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必须尽锐出战 决战决胜 在这个紧要关头 大家积极响应省委号召 文令急动 火速迟远 不辞劳苦 连续作战 展现了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的深情厚意 让全省人民深受鼓舞 备受感动 进一步凝聚了风雨同舟 患难与共的强大力量 坚定了同心协力 战胜疫情的信心决心 希望大家大力发扬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战斗的精神 与长春一线干部群众通力协作 在核酸检测 流调排查 转运隔离 社区管控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为打赢这场大仗硬仗贡献更大力量 景俊海来到花园社区 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叮嘱他们深入群众开展工作 规范做好个人防护 切实把防控措施落实落细 落到每一个环节 景俊海分别在京开区南关区 随机走访居民小区 实地检查小区管控 民生保工等情况 要求物业工作人员守在社区 住在社区闭环管理 协助防疫人员把住小区卡点 严控内部人员流动聚集 共同守好社区防控防线 景俊海强调 当前长春疫情防控 已经进入决战决胜的关键阶段 景开区南关区 必须采取更加坚决果断措施 全力扭转疫情态势 尽快实现社会面清零目标 要坚持合成作战 扁平化指挥 充分发挥美和口市 沿边州包保支援作用 加强市州工作队 与基层防疫力量协同配合 集中兵力 攻克难点 消除毒点 彻底切断社区传播链条 要充分认清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特性 进一步完善核酸检测 流掉溯源 隔离转运 社区管控 中墨消杀等防控措施 统筹保障好群众基本生活和就医用药需求 切实做到 应查进查 应检进检 应转进转 应格进格 应治进治 应管进管 应防进防 应销进销 应攻进攻 应陈进尘 要加大正面宣传力度 深入挖掘报道抗疫一线的先进典型 感人事迹 着力讲好各地与长春 手足情深 互帮互助 共渡难关的吉林故事 更好的提振民心士气 汇聚抗疫力量 王少姐 李景浩参加有关活动 今天下午 省委书记景俊海到长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扁平化指挥部署长春疫情防控工作 他讲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按照孙春兰副总理部署要求 紧盯社会面清零目标不放松 继续坚持 快 准 言 识 细 采取更加适应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特点的防控措施 尽锐出战攻坚克难 务求必胜 为彻底扑灭疫情奠定坚实基础 在听取前方工作组 长春市及省职有关部门工作汇报后 景俊海强调 长春市各级党员干部 要深刻认识当前疫情防控任务的 艰巨性 复杂性 紧迫性 以更坚决态度 更有力行动 更高效协同 抓细抓实各项防控举措 坚决克服有效破解 管理软 力量散 转运慢 社会面乱 运行上堵 动作上粗等一系列问题 彻底遏制住疫情扩散蔓延势头 要充分发挥省级领导包保县市区 市级领导包保街道乡镇 县级领导包保社区和各市州 对长春各区和开发区直接指挥 包保支援工作机制作用 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要坚决果断一鼓作气 加快实施社会面清零攻坚行动 把宽城路源经开作为攻坚突破口 统筹推进核酸检测 隔离转运 环境消杀 医疗救治等工作 彻底阻断疫情社区传播 要紧盯重点街道 涉疫小区科学布局检测力量 向重点方向集中倾斜 确保形成合围之势 要精准追阳索密 尽快把所有阳性感染者和风险人员转运出去 分类送往定点医院 方舱医院集中隔离点 加快病床房间资源周转 切实做到急查急转 日清日节 要千方百计增强消杀力量 动员广大群众参与 协助专业团队开展消杀 把有限资源力量向宽城 路源 经开等重点区域倾斜 彻底消除感染风险 要加大中医药干预力度 充分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 大力推动中医药全疗程 全方位发挥作用 切实提高治疗有效性和治愈率 要严格落实社会面和社区管控措施 聚焦学校 农贸市场 建筑工地 养老院等重点场所 和医护人员 检测人员 保工人员 下沉干部 社区工作人员等重点风险群体 从严从紧落实闭环管理要求 坚决防止发生新的聚集性疫情 要切实保障群众正常就医需求 严格落实预检 分诊各项措施 及时网上公布便民就医信息 绝不允许以任何借口推诿据说患者 要保持市场供应体系运转 加大生活物资调运 联保联工力度 确保生活物资直接送到居民小区 全力打通民生保工最后一米 更好满足群众基本生活需求 吴敬平 张志军 刘金波 李伟 王子联参加活动 4月4号 省委副书记省长韩骏 在吉林市实地检查都岛疫情防控工作 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 按照孙春兰副总理调研要求 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 咬紧牙关 毫不松劲 持续发力 决战决胜 社会面清零目标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宜山路小区 发现核酸出差阳性人员 韩骏第一时间奔赴现场 要求学校对阳性人员所在楼采取静默管理 加快密接次密接人员转运隔离 在最短时间内全部隔离到位 要加快留调排查 深入分析传播链条 严格落实闭环管理 彻底切断疫情在校园传播 转运隔离工作是当前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 韩骏再次来到船营区长春路街道幸福领地小区 德胜街道人民广场小区 现场督导检查转运隔离工作 他强调 要紧盯阳性病例集中的重点小区楼宇和单元 科学精准划定风险人员 把高风险人员转运到隔离点统一管理 确保做到应转进转 应隔进隔 日清日节 高新区隔离房舱已经进行全面的环境消杀 正在准备启用 韩骏走进隔离房间查看设施配备情况 他强调 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举措 配企配足各项设施和管理人员 营造温馨温暖的隔离环境 为抗击疫情做出贡献 吉林市人民医院是一家绿马医院 每日为500多名患者提供透析治疗 韩骏详细了解医院正常诊疗情况 和透析患者诊疗机制后强调 要充分发挥透析患者志愿者服务队作用 为透析患者提供点对点接送等服务 要畅通市民就医途径 满足群众正常就医需求 坚决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要严格落实好防愿感各项举措 确保不形成新的传播链条 群众基本生活保障 社区管控工作落实的怎么样 韩骏一直放在心上 他来到传营区黄崎街道 七标小区突击回法 走进小区与楼上群众逐一了解情况 他要求社区进一步做好蔬菜 水果 粮油 肉蛋奶等生活物资供给 满足群众基本生活需求 要发挥楼掌 单元掌 网格掌作用 充分动员党员和志愿者 成立志愿服务突击队 为小区居民解决具体问题 韩骏强调 要集中所有力量 扁平化指挥 把工作细化到每个楼宇 每个单元 每家每户 冲刺社会面清零目标 要坚决落实好疫情防控各项举措 排除风险隐患 对疫情防控不利 导致发生聚集性疫情的 严肃追责问责 要全面开展四小地毯式排查工作 环境消杀提升行动 隔离点管理提升行动 群众生活保空提升行动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歼灭战 提供强有力支撑 深夜 韩骏带队以四部两职方式 来到遵义街道荒山社区 北华大学 建华街道中海国际小区 青岛街道庆丰小区 突击检查转运隔离工作 看到现场各项工作 正在警战有序开展 韩骏强调 要以不眠不休的拼劲 和事不过夜的效率 做好转运隔离工作 压紧压实各方责阵 做系群众工作 做到应转进转 急查急转 日清日节 确保如期实现 社会面清零目标 让群众尽快恢复 正常生活秩序 张宽秋 郭乃硕 安贵武 参加有关活动 近日省委副书记 省长韩骏在吉林市 看望慰问各地原籍医疗队 代表省委省政府 向他们质疑崇高敬意 和亲切慰问 黑龙江来及医疗队 承担吉林市中心医院 一个重症疗区就职工作 韩骏详细询问 医疗队工作 生活有关情况 并向他们质疑 感谢和慰问 他说 黑龙江省委省政府 第一时间派遣医疗队 到吉林支援疫情防控 体现了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的情怀 和东北一家亲的情谊 希望医疗队在做好 患者救治工作的同时 加强防护 有关方面要做好 服务保障工作 让医疗队安心安全 投入工作 履行使命 江西省来及医疗队 承担吉林市中心医院 两个疗区就职工作 韩骏在慰问时表示 在吉林市疫情防控的 关键时刻 104位医护人员挺身而出 带着江西省委省政府的 重托和江西人民的 深情厚意 奔赴吉林市疫情防控第一线 同时间赛跑 同病毒较量 展现出了强烈的责任担当 体现了伟大抗疫精神 希望大家与吉林人民 一道携手奋战 共同投身抗疫 天津市核酸检测专家组 一行深入抗疫一线 指导吉林市优化核酸筛查方案 韩骏会见专家组负责人 听取专家组核酸检测工作建议 韩骏向他们表示感谢 他说 天津市专家组火速奔赴吉林 传授天津市抗疫经验 与吉林人民想在一起 干在一起 融在一起 充分展现了天津市人民的真切情意 我们将深入吸取专家组的意见建议 尽快实现社会面清零目标 北部战区原籍医疗队 由北部战区127名医护人员组成 他们以六班岛的形式 全力支援吉林市第六方舱医院 第二疗区医疗救治工作 韩骏来到北部战区原籍医疗队驻地 代表吉林省委省政府向医疗队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感谢 他说 北部战区原籍医疗队在吉林发生疫情的第一时间就火速赶到现场 冒着风险进驻医院 为吉林市抗击疫情做出重要贡献 充分体现了人民子弟兵一切为人民 当前吉林市疫情防控工作 以进驻冲刺实现社会面清零目标的最后阶段 要毫不松懈坚守阵地夺取最后的胜利 安规武参加有关活动 今天上午 省委常委统战部长李月带领省原籍医疗服务保障组 在长春市分别走访慰问了 支援我省抗击疫情的陕西省和湖南省原籍医疗队 李月指出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 全国各地原籍医疗队的队员们 义无反顾地踏上征程 不惧风险 冲锋在前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医护队员们在抗疫一线不畏艰险 勇往直前的无畏精神 充分体现了兄弟省市与吉林人民同舟共济 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 原籍服务保障组近期将全覆盖走访慰问 驻厂各原籍医疗队 进一步督导检查 原籍医疗服务保障工作落实情况 深入挖掘各医疗队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 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 助力打赢长春社会面清零攻坚战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召开本轮疫情防控工作第25场新闻发布会 发布会首先通报了我省疫情防控工作重点任务和整体进展情况 长城市九台区经过艰苦熬战 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 在4月3日开展的清零攻坚第五轮核酸检测中 社会面出塞阳性 仅发现5人 12类重点人员实现清零 总体从防扩散 防外溢 防聚集进入防输入 防交叉 防反弹的成果巩固间断 西州包保和对口支援长春主城区扁平化指挥体系全部建立 立即开展核酸检测 社区管控保障 环境消杀等工作 四平市组织两批次工作人员支援宽城区 通话市选派工作队与路原区整合成992支采样队伍 梅河口市成立1000个工作小分队 辽园 白山 松园 沿边分别组建工作队伍 在对口支援的主城区迅速开展 采样 消杀 流调 管控等各项工作 吉林市实施转运隔离突击行动 确保应转进转彻底清仓 以社区为单位逐步缩小核酸检测区域 昨天上午启动了总共第五轮检测 首次对无意小区 无意村居民和已康复出院的新冠肺炎患者实行免检 连续四天出院人数超过入院人数 医疗就职成效明显 省非公党工委会同省工商联 积极组织动员商会和民营企业 全力做好防控物资供应 居民生活保障等重点工作 我省着力做好四方面工作 进一步优化扁平化指挥体系 落实好社会面和社区管控措施 做好民生保工 逐步放开社会面 做好无意小区创建和解封准备 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发布会介绍了我省疫情基本情况 4月4号0至24时 全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792例 轻刑781例 普通刑6例 重刑5例 其中长春市604例 吉林市175例 白城市10例 白山市2例 四平市1例 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680例 其中长春市1336例 吉林市339例 白城市4例 白山市1例 昨天我省开展的主要工作包括 继续组织开展核酸检测 抓好流调排查和隔离管控 继续完善医疗救治工作 继续加强环境消杀 发布会上 省税务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了按照省委省政府筑起纾困的工作部署 推出的组合式减税降费政策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支援通源医院医疗队负责人 介绍了方舱医院的感控和救治情况 4月4号0至24时 我省新增治愈出院确诊病例1466例 其中长春市968例 吉林市455例 四平市33例 沿边州9例 松原市1例 新增解除隔离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703例 其中吉林市407例 长春市272例 四平市16例 沿边州7例 松原市1例 截至4月4号24时 吉林省本次疫情累计密切接触者139395人 解除隔离85529人 次密切接触者116963人 解除隔离9502人 长春市九台区经过艰苦熬战 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 在疫情防控中 省市区三级领导 迅速建立起扁平化指挥体系 领导干部层层下沉的同时 通过向社区派驻第一书记等一系列措施 增强基层力量 提升各项抗疫工作效率 一大早 长春市九台区九台街道嘉鹏社区第一书记张立东就忙碌起来 联系风控单元上门进行核酸检测 跟医药公司对接 给社区居民集中采购药品 张立东原是区政务服务中心监管科科长 3月11号 他到当时疫情比较严重的九台街道嘉鹏社区 担任第一书记 为加强基层力量 疫情期间 九台区全面实行区级领导包街道 由区职部门选派副职以上领导干部 担任包保社区第一书记 增强社区工作力量 同时 选派264名干部担任264个小区指挥长 拒绝全区的力量 下沉到基层抗疫的一线 调动各种力量和资源 更好地组织引力物力和财力 在集中攻击 动员全社会共同抗疫 长春市九台区在河森筛查方面坚持科学精准 不落一户 确保筛查效果能够客观反映病毒传播链条 为打赢抗疫攻坚战提供保障 根据疫情走势 长春市九台区相继提出并开展了 遮阳行动 敲门行动 扫地行动 制定九台区新冠疫情清零攻坚任务清单 坚持抗原检测 核酸采样 转运隔离同时 隔离处置 流调排查 消毒消沙同时 转运阳性 转运密接 丰护管理同时的三同时原则 分区域 分群体 开展精准核酸检测工作 并对社会面流动的机关干部 一线抗疫人员 援助九台人员 物流配送及从事服务行业的服务人员 等12类人员每日进行抗原核酸双减双测 确保圈员无意工作 目前 最近八轮核酸检测的总体趋势 阳性人数呈下降态时逐次递减 特别是4月3号 4月4号连续两天达到个位数 检测和管控成效凸显 测试的人员范围是逐渐在扩大的 我们发现的阳性病例的人数 是逐渐在缩小的 长春市九台区经过艰苦熬战 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 社会面初筛阳性数据降至个位数 行白理者半九十 胜利在即就更要再接再厉 擅作擅成 坚定不移贯彻动态清零的政策 巩固拓展九台疫情防控成果 坚持再动员 再集结 再冲锋 坚决打赢这场保卫战 歼灭战 阻击战 抗击疫情是一场大仗 也是一场应战 在这场战役中 各条战线首途有责 众志成城 行动磨砺出担当之勇 而坚持是夺取胜利的关键之谋 曙光就在前方 坚持就是胜利 坚持才能胜利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 吉林市驻牢社区疫情防控阵地 派遣精兵强将奔赴社区 组建志愿服务突击队 协助社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4月4号下午 记者在吉林市传营区桃园里小区看到 志愿服务突击队正在为居民运送蔬菜包 快捷高效配送入户 累呢 肯定是累的 一天不喝水 嘴都爆皮了 我作为一名党员 有责任 有义务来抗击疫情 目前吉林市桃园里小区 理想家园小区等许多社区 成立了志愿服务突击队 在桃园里小区 38名小区志愿者分别担当楼栋长 单元长 从垃圾清运 日常消杀到蔬菜配送 志愿服务突击队全包了 自从突击队的成立以后 我们的小区物资也能进来了 卫生也能打扫了 我们的生活陆续恢复的正常 老百姓理解 支持 我作为一名大白 没白干 也应该干 还应该继续干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 我省高校结合各自情况 快速有效切断疫情 校外输入 校内传播的风险隐患 助劳疫情防线 保障学生身心健康 从4月3号开始 长春地区高校 鉴定清零目标任务 强化统筹联动 落系防控措施 全面打响长春地区高校 清零行动攻坚战 东北师范大学 针对学生居寝生活学习实际 两校区以学生宿舍楼为单位 成立21个临时党支部 建立学校党委 临时党支部 楼层党小组 寝室学生党员 四级组织保障和服务体系 确保各项防控要求 快速精准传达落实 到楼 到层 到市 到人 吉林师范大学长春校区 为配合省委省政府 做好清零行动攻坚战 实行领导专班下沉 工作小组下沉 和学工队伍下沉 管理方式 通过以老代新 发挥学生志愿者作用 限制了人员流动 加强学生体温监测 核酸检测 抗原自测 生活保障 心理疏导 秩序管理等工作 陕西省组建支援 吉林医疗队 3月18号下午 抵达长春 开展核酸检测 和采样工作 连而来 始终战斗在 吉林疫情防控的 第一线 陕西省支援吉林省 核酸检测及采样 315人 支援吉林市船营区 223人 长春市92人 来自陕西省内 52家单位和机构 截至目前 陕西核酸采样队 累计派出 1425人次 完成采样 116万人次 检测队 累计派出 318人次 检测样本 4万余管 有效缓解了 长春和吉林两地的 疫情防控压力 我们严把个人防护 实验室的消杀 以及医费处理 等院感相关的一些 重点流程 那么将我们的感染风险 降至最低 尽可能地把更多的 阳性病人 准确地筛查出来 为我们方舱医院的患者 下一步地转规 判断他的出院指证 做好准确地把握 据了解 陕西省除了核酸检测 及采样工作队 还在3月20号 选派近800名医疗人员 驰援我省 目前在长春吉林两地 对确诊患者 开展救治工作 4月2号 两队收场比赛中 面对实力明显强于自己的 北京男篮 东北湖男篮 敢打敢拼 他们最后一刻 104比102 绝杀对手 几乎在先拔头筹 4号下午的第二场比赛中 东北湖男篮 延续良好状态 再次击败对手 综而以2比0的大比分 挺进8强 全队将士 也用胜利 为吉林抗议加油助力 吉林 吉林 东北湖队杀尽了 CBA的8强 竟得世上三月寒 中火人间四月暖 吉林抗议必胜 吉林人民是 坚强了 今天的吉林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 再见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